大家歡迎來到大男生的樂隊 我們兄弟幫對觀眾很好 有一個話題永遠都談不完 還天天新鮮,天天都那麼金 Penny 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真是金得不得了 可以這麼說是我們兄弟幫 開節目以來最受歡迎的嘉賓 最厲害的那個 還要是我們的精神領袖 夏昇星星 你好… 阿爺 原來那裡那麼大 大老、阿爺,真的沒見過一段時間 對… 你今天這樣說,我要這樣說 我知道兄弟幫是一個談談節目 是 我們有機會在這裡說一些 大家喜歡聽的東西 又有這麼好的收視時,我是開心的 是 雖然有人會這樣說 說你經常說飛行物體那麼無聊 就是不好意思,對吧 以前說飛行物體 就是…怎麼搞的 現在就不同了 因為這些飛行物體 是很切身的問題 已經不只是脆微性那麼簡單 你不要證實了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起碼有很多人見過 例如倫敦奧運開幕 如果我是陳仔 我選擇了全世界播映時 下來讓你看 為甚麼看到他出現 他就告訴你 我們真的存在 但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是嗎 你有看過奧運嗎 有…我看過那條片 當看到那些煙花沉沉的時候 他仍然是慢慢地 可能不知道有否有少許鼻子 他繼續向前走… 即是這條片 即是說的是UFO 如果大家上網看 UFO、倫敦、Olympic Olympic 在放煙花 即是這樣 有些人問 為甚麼我們會不知道這件事 這條片在館上看的 是一條新聞片 是 是不能改的 是,新聞片 沒有人可以說 我加上來騙你 但當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我便通知朋友 原來是這樣… 大家當然是晚上 暴露電視去看 但因為比賽 多數是拍室內、游泳 不是在外面 況且我們現在說 是開啟的那天 但又有人跟我說 要說,小心 在奧運結束的時候 UFO就會正式降落 有… 真的不能撐住 但又沒有 又沒有 真糟糕 就是因為有些人說… 例如我上次說 有朋友跟我說6月有問題 有事這樣就這樣 所以我又會害怕 我又會告訴大家 到時沒事發生的時候 你們當然會炸我 我又會炸他 究竟… 就是因為有時有這種存在 你又說是這樣的 又不是的 真的是這樣 如果我是診者 我都讓你看見我出現了 我是否要告訴你 我會降落 只是人說而已 就算他降落 也不一定需要去奧運 是… 我想奧運是我們這次… 即是我這次來 因為監製所說 我們應該告訴大家 奧運是全世界看到UFO的 在身邊 好… 好… 這件事也很震撼 雖然我看得不太清楚 但我知道客人 今天帶了一些故事 或者一些朋友給你的東西 一些粉絲給你的東西 帶上來給觀眾看看 對,自從是兄弟幫 我們說這些東西 外面已經多了很多襯仔 其實我也是襯仔 我是襯仔,都是我襯仔 那這群可愛的襯仔 就不停地在我的網站 在…給我資料 有否有朋友試過 其實夏昭昇 你是否外星人 有 他認了一個數字 他還叫我檢查一下 親戚有沒有一些傷痕 被人中了一些 是,拉了一條線出來的 我們都看得太多了 我們所看到的 這些有相關的東西 不要緊 因為這個館上面 或者我們一直看書 這些實在是太大犯了 如果叫我外星人 我和你都是 因為到頭來 你看很多科學上的 或者天文地理上的紀錄片 是有專家懷疑 我們是由火星來的 不奇怪 是不是 如果地球盤古初的時候 有甚麼理由恐龍會統治 那麼多N億年 是沒有人的 那為甚麼我們突然地球會出現 而且還會站在那裡走 是不是 猴子到今時今日 都是找一條 那些薯枝仔來撩藝吃 都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不是 我們又落鹽落油 燉蟹炒菜吃 我們又怎麼來呢 那就是這樣 今天就是外面的襯仔 要多謝外面的襯仔 以及粉絲給我一些視頻 給我一些資料 形成到今次 末日之前 如果不是就最好 我再上來兄弟幫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有這樣的責任 將有些粉絲給我的東西 有些人不相信 例如有一個小孩 他說我曾經發照片給卓飛 但他不理睬 但卓飛聽到,卓飛也是 你拿出來給人看 說說小孩是多少歲 如果我看照片 這個小孩 我想都是19歲以下的 當然 遲些我會給你們看照片 來吧…夏爺,入正題 來吧,星辰 正題是大家給了那麼多東西 我先從中秋節剛才過 我們先從月球開始 好嗎 好 又說月球? 當然,月球在我們那裡 那麼多東西要說 最近的吧 最近朋友還送了一個 非常適合的望眼鏡給我 但只是望了極的 我重夾到月球 即是窄到��過 有三隻腳,轉轉轉轉 我在中秋節之前 我在爐頭對準月光,打算看 看得到,當然 看完幾個都看得到 這條我的窗戶,那些苗窗戶都看得到 但因為太太激烈 勉強看得到黑位和缸位中間的洞 坑口 那也挺厲害 已經很好了 我要說月球的就是 你試試,有機會你親眼用的望遠鏡看 你有一種感覺就是 你很希望有一天 是讓你親眼看到上面有東西移動的 對…很坦白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心態,我也想 是吧?當然我看了沒有 除非我有時間去報,應該是有的 其實我以前有一個很勁抽的望遠鏡 是要插著電腦來找它 但那個我不懂得用 搬家之後什麼時候就沒有了 你說過月球 以前我已經說過很多月球的東西 是 如果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我曾經看過一條片 其實我以前看過的 但我沒怎麼理會它 因為我覺得是假的 就是說這個Armstrong 即登陸月球是第一個 Armstrong 還有有人說拍到上面的月球 是有建築物 就是他們這兩個彈一下彈 彈去那裡拍這個地方 我不是提過好像豬欄 就是這樣 就是好像一個爛了的建築物 但我這次看這條片 我真的很深入地去看 卡拉卡拉 那時候去多了片 就看到兩個太空人 我開始就真的去留意看 為什麼我要留意呢 因為兩個太空人 Armstrong和Bus Adrian 他們的胸口都有舊攝影機 是 他們兩個走的動作 是跳一跳的 最初我不願意去看的 就是為什麼 拍這條片 好像有 Trak Trak shot 很順 Trak shot 那麼Smooth 他們應該是這樣去拍的 那條片 就是 在Armstrong胸口的菲林 他們一開始就拍一拍 原來裡面這個所謂的建築物 是很大的 是幾個足球場那麼大 他們說 這塊東西好像是 曾經荒廢過 但以前是一個後機室 上面是一個運輸的地方 為什麼他們這樣說 我不知道 我看到 因為他們一直說話 他們拍到 彈一彈拍的時候 就拍到另一個太空人 彈一彈來這裡 就站在那裡 你們上去找吧 這個站在那裡 這個就是Adrian Buds Adrian 他站在那裡不動 那麽解說那條片 就是他很驚奇 所以他停在那裡 看著這些東西 他不動 那麽總之他動的時候 我去留意 究竟這條片真還是假 我怎樣去留意他 我有些懷疑 那個真假 我自己也分不到 第一 他的背包 是長了一點 第二 他的鞋 又好像有些 有些少許不同 我們平時看相片那些 但我又這樣看 整條片好像是拔長了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 他的背包是長了呢 如果那條片縮一點 如果是對的就糟糕了 原來他們真的上去上去 真的找到這些東西 為何Armstrong 以前的 Armstrong在月球回來 他沒有怎樣說話 最多說的就是Buds Agent 因為他是Apollo 11的Navigator 他負責亞特特特特 就是這樣 Armstrong回來 Armstrong的人已經很酷了 他不太多說話 但他很少提起月球的東西 他還更加死了 在他這麼多的訪問裡 還在臨尾的時候 他跟人說 如果你們 如果美國將來 或者是哪一個國家的太空人 將來有機會上到月球的時候 麻煩你把我的腳印拆掉 為甚麼 是的 Bob 你說說 你有看過這條新聞嗎 我這條新聞我也有留意過 他是說把把各ific額拆掉 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沒有想過甚麼原因 他是不是擔心 可能有一些外星人 會根據著他竹刑或竹跡 去尋仇或者尋仇 甚至横 當然都有看過所謂的陰謀討 是説经論的成條 上月球 在月球上登陸的所有影片 都在環球影城拍出來 都會有聽過 我聽過這個 我都有看過 到底他這樣說是想嘲諷美國政府 為何你要拍這段影片 你找到的話,幫我拆掉我的腳印 如果你找到我的腳印的話 或者因為他說人類的一小步 對不起,他的一小步 就是人類的一大步 拆掉了這個筑子 代表著新時代的降臨 有很多你想想的